皇上 雨甜了 先把风声收一下 好 小心 你们在干什么 四周 胜北城你发什么疯啊 告诉我 她是谁 子政是我的朋友 朋友 朋友叫光天坏日拢着你啊 怪不得早明将摆出一副情告的样子 还说什么不畏感情 这位就你爹是吗 你这个虚伪的女人 小北城你胡说什么呀 我喜欢谁交什么朋友 为什么要跟你交代 小北城 你放开我 你们爱一个女人算什么男人 有本事瞅我来啊 三哥 知道你今天碰了谁的女人吗 反正不是你的女人 小北城 你要杀他 干脆连我一起杀了 杭尘你让开 你别管我 杀尘 杀尘 小北城 小北城你不要 不要 杀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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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竟然敢背叛我 你说什么 什么叫背叛你 你知道我在狱里等了你多久吗 你到底有没有心呢 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赴约 什么意思 你有始至终都在耍我什么 什么叫耍你呀 萧北辰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要被你这样对待 那年灯会你为什么要赴约 你为什么会主动吻我 萧北辰我看你是疯了吗 了解 当年灵溪灯会的事情 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是吗 原来你对一个不喜欢的人 也能偷坏松绑 你怎么不去问问你那两个好兄弟 当年的事情 你怎么不去问问你那两个好兄弟 如果不是他们 我根本不想 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也会不会出现在 anga院 自证 谁 请你 好 子正 对不起 没关系 这不怪你 是我连累了你 你的手 本来是用来写字画画的 没事 希望一段日子就好了 杭静 刚才萧北辰没有为难你吧 我听说 你跟萧北辰一直以兄妹相争 但是刚才 我看她好像对你不仅仅是兄妹之情啊 没事 我和她之间有一些误会 说清楚了就好了 误会 是她的兄弟 搞了一个乌龙 你想啊 我父亲还深陷淋雨呢 做女儿的 只盼着和父亲早日团聚 哪有心思想什么儿女之情呢 还陪你喝咖啡 真的这酒不好喝吗 书姨 你们两个 过来 她让你过去你就过去 你是她养的狗啊 你才是狗 你不是跟我说了吗 追女孩不是得不要脸一点 书姨 我来了 书姨 两位做对你吧 两杯 我还以为叫不过来你 怎么可能呢 你们知道吗 七一让林航警 嫁给我三哥 居然被林航警 当场回绝了 那个 三哥被林航警拒绝了 对啊 那三哥不得伤心的 稀里活拉的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三哥又没说要娶她 她矫情个什么劲啊 说到北新城的明媛家人 那谁能比得过我凤琪姐姐 不行 我得赶紧拍电报告诉凤琪姐姐 书姨 别急啊 书姨 我怎么能不急啊 难道就看着我七姨 乱点原样谱啊 这不是你七姨随口一说吗 杭警和三哥不也没大意吗 你又何必当真呢 让你的凤琪姐姐白白担心 你说对不对 对对对 蛋糕都还没吃完呢 再喝点咖啡 哎哟哟 我的小鱼儿啊 他可名归得很 三少爷再这么喂下去的话 他可就撑死了 三哥 三哥 杨阳 许少爷要是有一个 特别喜欢的姑娘 但是她总碰一鼻子灰 你说该怎么办呢 许少爷 许少爷就应该在心上人面前 多表现表现 让他看看你的优点 对对对 霍华 你有什么建议啊 许少爷 这女孩子嘛 只要你对她好 时间一长 她自然会动心的 会动心的 那你说我这想跟人结婚 让人给拒绝了怎么办 那可就有点难办了 那 还有希望吗 那只能 面子里子都不要了 主动主动 再主动 对 那万一我是一特要面的人 我就 没法主动怎么办啊 那你要面子 打一辈子光棍算了 就是 那不行 那我得主动 主动 再主动 肯定的 是不是 烦不烦 三哥 你一直在听啊 对呀 这说我的事 痛 那我得 我听着呢 主动 就是你主动 对吧 那追女孩就是主动 主动 继续主动 我跟你说你不主动 你就要打光棍一辈子 对 就得主动 对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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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